欢迎收看我们的岛 这里是台北关渡自然公园 就在今年夏天 这边来了两只可爱的小水牛 工作人员希望 透过水牛能够找回老祖宗 跟大自然相处的一些智慧 看着水牛在低头吃草 你是不是也感受到 以前农村的一些景象呢 其实在关渡平原到现在 都还保有一些传统的水稻田 但是随着都市不断扩张之下 也面临了很多开发的危机 究竟关渡平原的未来 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 而这样子对于关渡自然公园来说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成全的飞鸟划过天际 凉风徐徐吹来 这是台北市近郊的关渡自然公园 正下 公园里的一个角落 正紧螺蜜鼓地准备迎接两位新伙伴 三百多年前 随着鲜明乙肯 水牛也来到台湾 陪伴农民在田野间辛勤劳作 直到七零年代 他们扑着的身影才渐渐地被机器取代 不过他们有些能力是永远无法被取代的 在关渡自然公园 工作人员就打算借重水牛的天赋 来帮忙照顾这片国家级的重要势力 关渡这边的区块 它以前是农耕地 以前是一个控制在一个以水稻田为主 或者是有一些是草责如苇的环境的样貌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外来种的草一直进来 尤其像巴拉草那一类的 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把它透过这样子控制 让它去吃巴拉草 因为巴拉草以前引进到台湾是牧草 让它去吃那些草让植物 让外来种植物是可以做一个处理的 不过在北部要找到水牛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位在花莲县吉安乡的种处繁殖场 是台湾水牛唯一的保种基地 工作人员在这里找到了两只 合适的沼泽型水牛宝宝 这一天准备把它们带回台北 放松 放松 大雨中小雪牛踏上旅程 眼神中透露着不安 在蜿蜒的路途中一路颠簸 入夜之后才抵达关渡 пал野再抵达关游 ーボ子 好 等一下 来 起床 在哪 去前这样 餐妩 有我立新租 让我们的公道好翅女步 继续来 继续 吉祥 结 这就代表结尊 这继续就是金结代表 你啊,你就是你啊,来,来啊, 就用采那个好的意思, 就是我怕你有这些牛仔仔来, 只有他们来是很好的事情, 所以这样逼一样, 就是一个,这也辛苦, 加一个黄菜也辛苦。 在众人的期待中, 两只小雪牛顺利地住进了自然公园, 他们的未来,将会和这片土地紧密交缠。 我可以吃到50公斤以上, 对啊,对,吃草的部分。 因为它会一直吃,一直吃, 不过正常的状况啊,野生动物的话, 他们通常是清晨黄昏出来吃草,逆食。 那剩下的时间就是, 因为牛这种反除动物, 它会不断的反除, 所以剩下的时间可能比较炎热之后, 它就去滚泥巴,然后去泡着, 然后在树下休息。 因为牛一进来, 就很直接一个状况, 第一个牛的体积, 为什么选水牛, 一个很直接, 非常的符合这里的环境, 它是一个草泽地, 它是一个水田, 那牛本身像很直接的, 牛只要一天过来, 第一个黄头鹿就来了, 黄头鹿就会跟在它旁边, 因为它会经饶, 让一些虫, 它就吃那些虫, 黄头鹿第一个会进来, 然后它去滚水坑, 那滚水坑会有几个意义, 第一个是, 它会让水池本身会容易出水, 然后这个出水的水池, 谁会用, 青蛙, 蜻蜓等等的, 或龙丝这一类的水生昆虫就会进来, 那然后这个水坑,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 水不会很容易渗漏掉的, 那它滚水坑是对它自己的身体上健康是有好处的, 那也会连带的也会让它形成一个, 因为牛汁的关系所形成的一个小型的生态的环境。 因为两只牛宝宝的加入, 关渡自然公园变得不一样了, 增添了欣欣向荣的朝气。 我们这个小牛从7月中旬开始进来入园之后呢, 目前来讲它已经慢慢习惯我们的工作人员, 那只要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靠近它或喂食它, 基本上不会排斥了, 基本上不会排斥, 而且我们现在开始把它带到我们园区里面的水池草地, 它也很自在地在那边吃草。 可以预期的是, 这片湿地将会因为小水牛而变得更好, 但是这里还有许多棘手的问题必须面对。 关渡自然公园占地57公顷, 是候鸟在北台湾的重要落脚处, 但是它并不是封闭的空间, 而是与整个关渡平原升息相连。 关渡自然公园是在四郊没错, 但是它四周围因为这些河道事实上都相通, 那我们这一边是整个北投地区的最末端, 包括巴仙菌, 包括像这样子的河沟都是最末端的, 然后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地承受上游所带下来的污染, 像我们自然公园一个这样子那么下游的河口湿地, 或者是沿海的湿地, 但事实上如果说我们要一个湿地健康的话, 我们要把它整个水继续做一个贯通, 包括一些下水道的部分, 或者是像是这样子天然的河川地表水,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河川, 整个河川都是健康的, 湿地才会是健康的。 除了水源, 在这里求生的生物们, 并不直现在自然公园的范围内活动, 为例外广大的关渡平原, 与自然公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 如果要去把整个生态系, 或者说整个区块去做一个思考的话, 我们应该从自然公园做, 开始往四周围的湿地去做扩散, 包括这样子水田的湿地, 旁边的自然保留区的湿地, 还有金融河跟淡水河交界的河岸的湿地, 河口的湿地, 然后到往上游, 像一大片的农田的湿地, 其实都跟自然公园是完整的, 是非常完整的。 其实它有经过一些道路的切割, 可能经过一些渠道的切割, 但事实上这些都是, 在所有的生物上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 目前关渡平原大多还是水稻田, 不过从50年代开始, 要求开发关渡平原的呼声就从来没有停止。 台北市政府去年就委托了顾问公司, 评估关渡平原发展的可行性, 并且处案的作词会与居民之间的评念。 南边的部分呢, 其实它可能有一些, 已经不是水田的一个状况, 然后也开始呢, 可能会有一些人为的东西, 对生态, 其实对现在的环境有一些冲击哦, 那这样的状况是因为这边的, 整个的道路系统的交通大概是比较好的, 大多的以北的农业区, 它因为整个的连外交通系统的状况比较不好, 还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农业的状况。 我们如果10万块钱, 我们夸好才不夸20万块钱, 其中的这个工资成本的, 你会说算得清楚哦, 不知道哦, 做一个都要聊不聊, 还倒了10万块钱都不夸, 这个疫情也不夸做菜, 要快点哦, 快去开玩, 哦,拜托, 快去开玩, 快去开玩, 不然我们都要死去买买买, 都市化土地就是应该要, 三家的都市化来利用, 商鸟也是有自然保护区, 已经有规划公园地了嘛, 为什么要整块都要把它盘盖呢, 要这样子一把一片通通这样子不能开发呢。 座谈会上, 大多数的声音都是希望能够尽快地开发, 但是环保团体则是希望能够保留现有的珍贵的绿地, 面对这样两极化的意见, 台北市政府正在努力地寻求折中的办法。 整个的开发计划, 我们是在最大的生态保育为前提下, 做有限度的限制开发, 来平衡这个民众这个权益, 生态社区的方式来操作, 未来可能的一个开发, 大概框了一个是限制发展区, 那所谓限制发展区就是从原来的这个, 自然公园、运动公园、景观公园这样子这个东西大概这个部分大家会做一个保留了, 甚至于这个往北,大道路以北, 某个程度我们也把它框在所谓的限制发展地区, 那这个是在去年的研究的一个成果, 那在外围的这个部分就是搭配了这个整个都市的含购, 包括整个道路的系统, 大业路或者是捷运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就有可能是一个未来可能可以开发的一个地区。 8月8号,莫拉克台风来袭, 虽然台北的风雨不大, 但是住在附近的志工妈妈还是专程跑来关心。 看牛,还有进来看看他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大的伤害啊。 那我们来这个地方主要就是因为关注这边的风雨。 我们来的时候这边的市都还很小, 我们就看着这个风雨从无到有了。 它是一个调节的一个海盟, 从这两个风机的话, 不单是关注地去产生一些问题, 整个台北市的回头。 关注平原是北投地区雨水的储留空间。 水利单位希望在未来的发展当中, 不要吞噬了关注平原的重要功能。 雨下下来可以继续在农点里面, 那相对的关注平原在现在也事实上扮演这样一个挑战, 让水下下来, 尤其在北投地区的这样的雨下下来, 那可以继续在它的农点里面。 雨如果以一公尺来算, 大概有250万方吧, 两百万方到两百万方这么多。 就水利而言, 如果最好的情况是最好的围持现状, 那未来如果万不得已要开发, 当然我们就要效法像国外的一些做法, 原来这个都市, 它原来的状态, 原来环境的状态是怎么样, 你开发后你就需要帮我把这样可以储蓄的空间, 可以保留水多少的一个能力, 你要回馈回来。 市政府还在严敏开发计划, 但令人担心的是关注平原的容貌早就悄悄改变了。 破坏性高的就是直接兑废土, 它废土好几种做法, 那可能先把土地使用的状态, 我们先挖一层起来, 把好的土, 水田的土, 好的土挖起来, 先挖掉一层地皮, 可以拿去卖, 可以拿去做别的公用, 那接下来挖了地下一层窟窿, 就把它倒废土回去, 可能填个两层楼高, 三层楼高, 甚至到十米高的这样子一个废土堆, 然后再覆盖一层薄薄的花土回去, 那之后就会种花或者种树, 这个美其名叫做土卵改良, 但事实上对这一块原本它是一块湿地, 是一块水田,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低洼环境来讲, 它其实就已经失去它的出水的功能, 其实在整个关注平原来讲是一件很伤的, 伤害性蛮大的问题, 而且在这几年可能这样子的土堆可能会常常不断的增加。 水稻田渐渐地消失, 废土堆一个接着一个冒出来, 一点一滴地蚕食着关注平原, 也成为关注自然公园的沉重压力。 200多公顷的土地面积全部都消失, 最后只剩下我们自然公园那57公顷, 原则上应该是不大合理的, 不可能把所有的生物, 我们想象诺亚方舟的方式的话, 把所有的动物全部挤到这一块, 可能吗? 不大可能, 而且挤过来, 诺亚方舟是把它挤过来之后, 等洪水退了又把它放回去, 这里可能没有那个机会。 只保护关注自然公园一个点是不够的, 河口生态系的完整性, 维系在整体的关注平原上。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整体的整个开发, 因为所有的全地球上受到, 生物受到面临压迫跟危害, 面临压的压力就是环境气息地的丧失, 这点是让我们比较担心的。 利用这一块地主点, 把这样一个自然生态保育的理念推广出去, 当然这个是自然环境教育的延伸, 可是我们希望说政府官员他们在一些, 不论是现在讲强调的是绿建筑, 或者是现在他们强调生态城市, 我是希望他们能够来多看一看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环境的点跟概念, 而不是说只是去强调说, 他们如何在都市的发展之中去创造那些绿建筑。 关渡自然公园里面, 水牛宝宝低头吃草, 与环境融为一体, 勾勒出祥和的旧日风情。 工作人员透过水牛, 重拾祖先与自然共处的智慧。 然而这份尊重自然的心意, 能不能够超越围墙, 迫及到其他角落呢? 在城市扩张的需求当中, 半渡平原这颗台北市最后的绿宝石, 会不会在开发利益的纠葛当中, 逐渐失去光彩? 就看人们能不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做出对的选择。